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创法律服务节目顶级咨询 再过几天呢 就已经是春节了 我相信呢 有很多朋友已经踏上了归家的旅途 但是我们都知道啊 飞机晚点四个小时 那是有赔偿的 火车晚点四个小时 有没有的赔偿呢 今天呢 我们要好好问问我们的律师啊 首先呢 先来欢迎我们四位大律师 欢迎你们 律政强威 崔爽 演员金巧巧名誉侵权案代理律师 战场合同法 公司法 以及居士产权法 法政男神月神山 曾代理六小灵童肖像权侵权案 战场各类民事诉讼和公司业务 法政先锋 格磊 资深商事律师 曾代理全国首例 涉外被派遣者 背诵敬业限制纠纷案 专业领域为商事仲裁诉讼 劳资纠纷等 行变传奇 钱烈阳 主要职业领域为刑事辩护 刑事诉讼 曾代理刘晓庆公司涉税案 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涉嫌受贿 滥用职权案等多起 国内影响较大的刑事案件 您有请第一位求助人 我承诺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 大家好 我叫福泽宇 来自长春 请说出你的困惑 现在吧 一到过年我就闹心 因为啥呢 一回家家里边就 到头我这结婚的事 我这来北京五年了 今年二十八 今年这更是给我下死命令了 或者说你过年你再不过找我对象回来 你也就带给我回家过年来了 我这合计不行租一个回去吧 在网上一找 还真找了一个四川女孩 叫小桃 大学刚毕业 现在正找工作呢 我就把我这情况跟他一说 他也挺痛苦的就同意了 就这么点了 我俩一合计就写了一个协议 出期为六天 一天给了一千块钱 半年三十到正月初五 现在我这呢 确实有他们两千的合同 特别专业 以防在出租时间内 温柔体贴 善解人意 出的厅堂 入的厨房 各位律师可以看一下 然后协议当中还另规定 说如果一天当中拥抱或者牵手 超过十次以上 另给他五百块钱的租金 你从哪联系到这个女方呢 从那个网上一个APP软件 那上面又老多了 对他的真实情况 你也没有进行过核实吧 没有 当时又着急嘛 这家里边催老急了 回家之后 我爸和我妈 一人给他两千块红包 然后到我奶奶了 我奶今天八十多了 他聊着聊着 我看我奶奶就把他这个 蓝宝石戒指就撒下来了 我看他呢 还挺痛快 直接就给戴手上了 然后我就赶紧上去拦着 我说奶奶 这几个礼物太贵重了 我说等你孙子结婚的时候 你再给你孙媳婦呗 然后这事吧 也没进过 你家老太太 我就直接给他了 我又合计 回北京的时候再拿回来呗 然后亲亲朋友们凑到一起 过年了喵舌 还打个小麻将啥的 谁正养这一道桌上啊 就跟编一个人似的 这要是露馅的 这年咋过了 我去找个游子 跟家说这单位打电话了 着急有事 让我早回去两天 就这么的 他俩就提前回北京了 我就说 那又把这个红包 还有戒指拿回来吧 这谁正养 他说 是你先别按照协议来的 红包还有这个戒指 我不能给你 这一听当时我就懵圈了 钱不给我行 那戒指得给我呀 这戒指是我奶带了 大半妹子了 你这不给我 回就咋说呀 我想问问 咱们在做律师 我就是怎么能 把我的戒指能拿回来 这个蓝宝石 戒指价值大概是 估计得个 七八千块钱吧 这个给红包的过程 包括说是 给戒指的这个过程 还有其他的人看见吗 给红包的时候 就是我爸我妈 再有我 再有他自己知道 然后给戒指的时候吧 亲戚朋友 有能看见的 是你奶奶给她这个戒指的时候啊 这个过程中是她主动索取的 还是说 呃这个 呃这个呃 你奶奶主动给她的 就是说我奶奶就是说 要把这戒指给她的时候 她就直接就接过来了 没半退半就 直接就戴了 但是给的时候 是你奶奶主动说的 不是说她说 呦奶你这戒指挺好看 给我戴戴吧 没有这个吧 没有没有 您父母给红包啊 奶奶给蓝宝石戒指啊 这些事情 当他回到北京以后 说不给你的时候 之后您采取过什么 录音啊 什么措施 来确定这些东西 曾经给到过他 而且他认可 已经收到吗 这没有 就是每次都是打电话联系 回来之后 也看别的人 但是你现在父母知道了吗 也不知道呢 不知道 这知道气疯了都在 赶紧的在节目播出之前 跟父母交代交代这事 这样啊 就你跟这个女孩子的这个合同啊 实际上从内容来讲呢 由于违反了公序良俗 实际是一个无效合同 这个无效合同的认定呢 是由法院来认定的 再闻因为是无效合同呢 是原物返还 所以他一天一千六天的六千块钱 他的任何钱都返还给你 他都拿不走 问题在哪里呢 需要有法律上 他得到两个红包和那个戒指的证据 有没有他这个戒指出现在他手上这样的情况啊 这样的照片有没有 这你要找一找 第一证明这个戒指以前是在你奶奶的手上 第二再证明还有照片这个戒指到了她的手上 然后这两个戒指是同一个戒指 这些都是证明这个这个女孩子拿到这个戒指的证据 我倒是觉得你不如啊给小桃打一个电话 你就跟他说 律师说了 我要去起诉你 你所有东西都得还回来 你啥都落不着 还白让我牵了好几次手 你不如就把戒指还我 其他的也无所谓了 对吧 那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或者你之后可以找我帮你发放律师函哦 试试看再聊一聊 拿法律来作为根据跟他聊 实在是要用律师函的话 那就得麻烦各位了 给我打电话哦 还有啊最后希望今年过年 今年过年有点来不及了 咱们明年过年能带一女朋友回去 好不好 好嘞好嘞 好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你来 谢谢 我们马上有请下一位求助人 我承诺我说的每句话都是真实的 大家好 我姓郭来自北京 请说出你的困惑 去年的12月24日晚 我乘坐第314动车 从北京南去往上海 上车之后呢 我就迷迷糊糊的睡着了 等到凌晨将近一点的时候 列车突然急刹车 停在了一个荒芜人烟的地方 车上人都醒来了 但是没人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等到凌晨将近4点半的时候 在大家强烈要求之下 乘务员把大家安排到了卧铺 因为那里有被子可以保暖 到了卧铺之后呢 我就直接睡下了 等到早上7点多钟起来的时候 列车仍然停在原地 并且也是停水停定的状态 直到上午10点钟 我们才换乘到一辆新的列车 继续出发前往上海 到上海之后 已经是晚上7点钟了 距离原本应该到达时间 整整晚点了10个小时 那么我的疑问就是 飞机延误完点 乘客可以获得解释和赔偿 那么动车完点10小时 乘客是否有权要求赔偿呢 那它这个是一个什么故障 导致说停车的 最开始说是 整个列车的电网出现了故障 然后没有电 但是后面一种解释 又说是列车的车头出现故障 搭不上电网 如果按照正点运行的话 应该是早晨9点到 早晨9点 对 那在9点之后 没到的这段时间 一直到晚上7点才到的这段时间 列车是给你们提供了餐饮服务了吗 还是说你们自己花钱再买的吃的 还是他们免费提供给你的 早餐是提供了南瓜粥汤 然后还有盒饭 然后午餐的话是只提供了饼干和矿城水 是免费提供的 对 之后你们和铁路方包括列车方沟通了吗 在列车运行过程当中 我们有对那个列车长提出赔偿的一个申请 然后他们也表示向上级进行请示了 但直到我们下车为止我们也没有收到任何的回复 你们提出的赔偿申请是什么呢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诉求 但我们最基本就是说希望能把这个票给退了 这样 乙方联盟 乙方联盟成员 媒体评论员于博红 心理专家金野 他们将代表事件另一方发声 对求助人的讲述提出质疑 在本案例中 乙方联盟又会提出怎样的观点 这次动车延误很显然属于不可抗力 我也看到了铁路部门 他也尽自己所能了 我非常认同余老师的观点 动车坏了是天灾 不可控 以方联盟这个两位老师的观点 其实我觉得我们都是不认可的 因为他是不是不可抗力 现在咱们不知道 不可抗力指的是什么 不能遇见不能避免 但这个火车的故障是不是这种情况 还是说在出发之前 没有做好有效的检修和日常的维护 而导致他出现故障的 我们老百姓很明白 有些东西要事先约定的 铁路部门没有和乘客约定 我晚点 我对你做错赔偿 但是民航是明确规定 晚点四小时 我负责赔偿 这要是我的原因 铁路法里边没有明确规定 说可以赔偿晚点了 但是我们说从一般的法律原理上来看 你看在合同法当中 因为我们说购买了车票 跟铁路公司之间形成的是一个 客运服务关系 合同关系 那如果说没有按时的 安全的送达终点的话 或者说送达目的地的话 那其实来讲是属于一种违约行为了 那根据合同法的原理 和合同法的这种原则性规定 那如果一方违约 给对方造成损失的 就要进行赔偿 当然这个损失的话 确实比较难以计算了 因为你看十个小时值多少钱 每个人可能不一样 对 你看钱率是十个小时 那可能好多钱 对吧 所以那换成一个普通的 或者说不是以小时计费的 这些公众的话 那可能十个小时不好计算 对 所以说这一点上面 确实现在还存在着一定的难题 对 因为它这个里面的违约赔偿 其实更多指的是 因违约所给咱们造成的直接损失 而不是那些间接的损失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您刚才提到的车票退还的问题 如果这次旅程没有正常的完成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可能会适当的退还一部分 或者是全部 但虽然它晚点了 最终这个旅程还是完成了 把你安全的送达到目的地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单纯的提出来诉求 说让他把车票退还了 就目前来讲 确实没有更多的法律依据 或者说从合同的角度上来讲 这个要求也不够公平 小伙子我是这么看 就你到这里来进行咨询 实际上第一能不能打官司 第二能不能打赢官司 第三有没有必要打官司 这是三个问题 真要诉讼可以 第二能不能打赢官司 这涉及到你的诉求证据 和当前立法中的 某些不太完善的地方 正在修改的铁路法 第三个问题 有没有必要打官司 那是涉及到你自己的判断 想达到什么目的 是经济目的 还是精神目的 还是社会影响 所以这个你自己分清楚 这三个问题 才是你真正要考虑的问题 其实来今天来节目 也不是说要什么 像老师说要诉讼 要打赢官司什么的 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就是为两点而来的 一个是这一次的出了故障 他处理措施 到底有没有做好 第二是 他要给我们一个 怎样满意的解释和答复 就这两点 对我们也希望通过 我们山西卫视的这个平台 这个节目播出去之后 能够有后续的发展 能够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是 好谢谢 谢谢大家 我觉得四位律师 都从不同的角度 帮我解释这个问题 首先给我挺大启发的 第二个是把这个事情说出来了 条理也理顺了 让大家知道这个事情 我觉得这是挺好的 感谢敌尼西卫视这个平台 能让大家 更多人知道这个事情 关注这个事情 然后对自己的一个出行权 又生命产权的一个重视 欢迎回来 这里是由银科冠名播出的顶级咨询 我们马上有请下一位求助人 我承诺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 我叫郑涛来自浙江江新 请说出你的困惑 去年11月末的时候 我妈被网上的朋友 约到北京 说是来旅游 可是让我妈没有想到的是 我妈她根本不是来北京旅游的 她按照她的说法呢 她是来北京挣大前来了 她说只要参加一种 叫民间互助理财的项目 交上49800的入门费 无风险的环境当中 得到100%的回报 那个时候呢 我正在杭州准备考研 12月27号 我一从考场出来 就连夜买了火车票 来到了北京 可是结果 我妈连我面都没见 那个时候我一个人在北京 我也不知道该去哪 才能够把我妈救出来 所以我也做了偷协 给我妈打了电话 我就对她说 我也想来看一看 这个项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也想来听课 可是当我见到我妈的时候 我也完全又吃惊了一下 我妈她完全像变了个人一样 满脑子都是发财梦啊 想着怎么致富 怎么拉人路火 而且还叫一些所谓的老师 来给我上课 讲一些什么国家支持 消费拉东内需 而且说这个项目有警察 法官 退休干部 医生 还有美术家 音乐家都参与进来了 但是我现在的话是 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 怎么样才能够让我妈彻底相信 这就是一个传销 然后对于我妈她投进去的那些钱的话 应该通过怎么样的一个学道要回来呢 你知道现在妈妈在里面给了多少钱了吗 我妈她首先是交了四万九千八入门费 然后其次的话呢 就是拉我妈路火的那个人 她还骗取了我妈的信任 让我妈寄给了她五万块钱 她也给我妈写了欠条了 那也就是大概有个十万年左右是吧 对 妈妈现在的状况怎么样呢 她现在的话还是不相信这传销 但是有点意识 好像觉得有点不太对见是吧 那你怎么判断她就是个传销组织呢 我听过他们给我上过的课 了解了他们一些大概的应作方式 他们其实是就是拉人头 然后把你们收散入门费 再进行二次分配以后 通过这样的一个形式 然后去赚钱 我想它中间没有产生任何的 对社会有任何的价值而言 所以我想这应该是一个传销形式 你判断的基本是准确的 就传销这个行为最早是90年代传入中国 后来呢 传销就作为国家法律就禁止了 所以也只能改成直销了 因为国务院颁布了一个禁止传销条例 对传销组织呢 包括有分层分级啊 然后拉人头啊 然后每个入伙人员都要交费 收的是一个人头费 而不是一个经营利润 国外也把这个称之为老鼠会 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妈妈今天是不是也来了 是的 那我们能不能请她出来 刚好我们也问她一些问题 好的好的 那我们有请阿姨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吧 大家好 您现在呢参加的那个组织啊 是传销组织 您自己有意识到这个事情吗 没 你觉得不是是吧 您看看律师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问问的 入会的时候你交了钱了吗 交了 交了多少钱 四万九千八 这个钱交了以后干嘛用了 这是投资 他说 有投资的股东证吗 没有 那你为什么说这是投资呢 这是领导说的 领导给你交代了什么任务了 他说拉人头 那你拉来人头 你有什么收益啊 这是一个朋友 这是一部分 你被谁拉进来的 网上认识一个朋友 那这个朋友把你拉进来以后 他得到了一百五十万吗 不知道 他拉也没拉 不知道 那小郑妈你怎么就能相信 他能把一百五十万给你呢 你身边有其他的 就是一起的朋友 拿到这一百五十万了吗 刚开始我是不相信 第二次是拉起了 甭相信了 小郑妈现在可能也有点清醒 但也好像也不是完全 认知的很清楚 对不对 对 虽然律女士加入的这个民间 互助理财组织 有着缴纳入门费 拉人头分钱的行为模式 但徐女士仍然没有完全确信 他加入的就是传销组织 因为在徐女士看来 首先他并没有被限制自由 其次 也没有见到所谓的喊口号 念标语的高强度洗脑课程 为了彻底说服徐女士 节目组联系到一位 曾在传销组织中 还任上层领导的资深 反传销人士 她的到场 能否让徐女士确信 自己陷入的就是传销吗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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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你也听到了 小郑妈的这些经历 你能说说这个传销组织 也都是怎么运作的吗 49800这种所谓的 民间互助理财的项目 也就是典型的 一个异地的传销模式 它是一个升级版传销 它这个所谓 更具有迷惑性欺骗性 因为它里面有很多那种 比较高端的这种人群 在里面做 因为他们有个年龄的限制 35到60 65 很多都是一些退休的干部 所以说 这人都有个从众性的 进去以后来去自由 持续条件非常好 所以说更具有这种 迷惑性欺骗性 刚才因为小郑妈都来回说 洗脑这个词 传销组织是怎么个洗脑呢 就天天给你开会吗 其实刚去的人 他们都是所谓的 善意的谎言 把你骗过去 偷两三天 他是亲亲留人 给你一个家里温暖 所以每个人 都非常有亲和力 所以说先取得 你对这个环境的一个认可 这些人挺好 再一个就给你讲这个模式 怎么怎么赚钱 短平快 因为传销有一句 非常诱人的一句话 就是说 搏一次负三代 您给我们总结一下 当我们听到 哪几句话的时候 这个就可能是传销组织了 只要具备 就是第一个 交流入门费 传销第一个特征 第二个特征 就是要发展下线 形成一种上线线的层级关系 那么第三个特征 就是层层给你返利 通过直接发展人 或者见见发展人 你都可以拿到返利 那么只要同时具备 这三个特征 就设言传销 我能问一下您的私人问题 您曾经在传销组织里 做到个什么级别的职位 因为我04年记住传销 也在传销里面 待了差不多两年 也做到一个中上层 这么一个级别 那时候您的收入怎样呢 其实在传销里面 传销它本身 一个金字塔的一个骗局 那么能赚钱的有没有 就是骗的钱的有 非常少 只有2% 就是那个塔架上的 那个发起人操盘手 才能赚钱 底下的绝大部分人 可以说98%的人 都会成为这个游戏规则 一个难民 它本身就是一个 分钱的游戏 所以我当时也是属于赔钱的 没有赚的钱 李先生 您有什么话 也能跟小郑妈说说的吗 其实这个模式 它就是一个分钱的骗局 就是现在的人 分后来的人的钱 那么有没有人骗了钱 有 如果说你能拿450万 那么就有很多人 这个49800的钱 贡献给你了 对吧 所以说不可能人人 人人都能赚钱 而且这种模式 就是说到最后 垫背的人 是绝大多数 而且他们 就是一个金字塔的 一个骗局 因为每个人发生三个人 一变三 三变九 九变二七 这么背了下去 对吧 它就是形成一个 金字塔的一个结构 所以在任何国家和地区 都是严厉禁止的 一种传销骗局 四位律师 我们现在 其实对于小郑 和小郑妈来说 怎么能够把我损失 那十万块钱给拿回来呢 有这个可能性吗 作为我们一个初初的判断 这个传销组织呢 应该是确实存在的 以前的刑法里头呢 对传销组织 所有加入传销组织的人 都按照共同犯罪啊 都是有罪的 后来刑法修正案呢 修改了 国家也意识到 这样的一些传销组织 数量庞大 大部分都是 像小郑妈妈这样的 社会最底层的 这些老百姓 刑法第224条呢 组织领导 传销组织罪 相关人员涉嫌犯罪 这个基本条件已经具备了 对传销组织中的上层 组织领导的这些人 他实际上是要承担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情节恶劣的 严重的 要五年以上 十五年以下的 有期徒刑 所以是在刑法里 这是一个比较重的罪 而对于下层的这些人 并不追究心事责任 实际上作为公民 不管你是今天在组织里 还是在组织外 你也有义务 也有责任 首先向公安机关举报 去报案 把你自己的问题 只要说清楚 其实也就OK了 最主要的是要把整个 这个涉嫌犯罪的团伙 这个事情 向公安机关 做一个正式的举报 由公安机关 进行立案调查 然后来处理相关人员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 你个人的经济上的损失 我认为这是要依靠国家法律 像我们这样 普通人的话 很难有效的证据来控告他们 因为手里没有任何的 一些相关证据 不需要 你只需要向公安局举报 提供一个线索就够了 两位以防联盟的老师 为什么很多退休的 或者是家庭主妇 会成为传销 这个锁定的对象 他们真正的是缺爱 他们缺少在家庭里的地位 尤其作为一个家庭主妇 他越想证明自己 他才越容易被人钻了空子 所以我想跟很多 尤其想跟小郑讲 你们要给妈妈更多的欣赏 和尊重 还有认可 其实我儿子挺孝顺的 我常常在家里 住那个游战部 我聊的时候 我儿子给我买了个智能手指 他说妈妈 他是上大学 他要买这样考年的 他妈妈我没时间陪你 他说我买了智能手指 给你玩一玩 他说上上微信 跟小姐们聊聊天 我说好呀 我儿子也挺孝顺 我说挺心理想 我挺欣慰的 好 以后我跟我 不知道 我跟我老公 儿子对不起 所以其实小郑妈妈 已经清楚自己犯错了 做错事了 你不用再担心这一点 你妈妈已经知道了 好 那希望接下来 好好过日子了 好吧小郑妈 那当然也要谢谢李旭先生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谢谢你 谢谢 节目录制三天后 小郑就带着妈妈前往 河北三河市工商局进行了举报 在工商局工作人员的确认下 这家民间互助理财公司 被确认为传销组织 2015年12月30日 小郑妈妈参与的这个民间互助理财项目公司 在河北燕郊召开年会 而接到举报的三河市工商局联合廊坊警方 对年会的现场进行了包围 随后 项目负责人当场退还了 小郑妈妈参与投资的49800元 剩余的5万元 属于自己和小郑妈妈之间的民间借贷 关于这笔钱 他出具了借条 表示将在一年内归还 有请下一位求助人 我承诺 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 大家好 我姓黄 我来自四川 请说出你的困惑 前些时候 我和朋友去一家饭店吃饭 去的时候 我们自己带了两瓶白酒过去 我们拿出来的时候 服务员看见告诉我们说 我们店如果自带酒水的话 会收开评费 但是如果是办了我们店的会员卡 就可以免收开评费 但是因为我在那个店不是经常去 所以说就没有办这个会员卡 到后来我们吃完饭的时候去买单 我发现账单上面就多了一项 开评费100元的这个收费项目 我就问那个服务员就说 开评费本来就不应该再收取了 为什么你们店还要收 服务员告诉我说这是我们店的规矩 所以就要收了 今天我就想问问律师 饭店收取开评费到底是合不合法的 你在去订餐吃饭的时候 他告诉过你说如果自带酒水的话 是要收开评费的吗 打电话订餐的时候没有专门问这个问题 所以就没有说 那你在去了之后 你拿出自己的酒的时候 他告诉你了吗 告诉了 他是说开评费呢 还是说是包厢的服务费 开评费 包奸费是另外算的 包奸费是事先告诉你的 是的 都同时说了的 其实今天我们请到的求助人 他说的这个事情呢 我相信有很多消费者去餐馆里吃饭 都碰到过 那到底饭馆为什么要收取这个开评费 或者是这个包厢的服务费呢 我们今天也请来了一位饭馆的老板 我们也听他说说 为什么 来我们有请乔老板 大家好 林阳老师好 四位老师好 乔老板一看就很有老板的样子吗 没有 这个说说 听起来大家对这个开评费啊 包厢服务费都蛮有意见的 是这样 很多人呢 都不太理解这个餐厅 为什么要收这个开评费 其实很简单 我举个例子吧 前两天啊 我的这个餐厅啊 我经历吃一家火锅店 那这个餐厅呢 来了这么几个小伙子 这小伙子来了呀 是带着肉 带着酒 带着一系列的东西 除了锅才没带以外 都带着来了 那你说最后结账的时候 我不开玩笑 结了47块钱 那您说我们这个开评费 要是再不收 每个人都这么干 我怎么办呢 这种事估计十年 能碰上一回就不错 不是 但是这 大家一总不够味儿来 就不好说了 李爱 咱俩吃饭去 然后你负责带鸡蛋 我负责带黄瓜 我把他拌一个 哪有这样去吃饭的 也少 基本上很奇葩这种事 但是你看啊 我们这消费者就会想了 因为你们这个餐馆里头啊 卖的酒水实在太贵 你看 小卖部卖2块5一瓶 到你呢就变8块了 太贵 所以我才自带的酒水 然后你还说我100块钱开评费 你卖酒都卖不到这个价钱 你说呢 这样 那其实这个很好理解 如果说您在超市买完这个酒 拿回家 然后您需要这个运输的过程 包括还有一些 这个 其他的一些费用 我替你说两句吧 这里有一个时间成本和空间成本 是的 空间成本 那就是说你占用了它的包间 占用了它的地方 而这个地方 它是要付房租的 时间成本 由于你在这吃饭 所有员工都要上班 工资 所有的这些个都要算在里面的 所以它这个时间和空间的成本 是一个它必须有的一项 对吧 我们能不能听听黄先生的想法 就作为消费者 就是你对这100块钱的开评费 你不满意的地方在哪里 刚才那个乔老板说的那些 劳动成本呀 房租成本呀 都会量化到这个菜里面 菜品里面去 而酒水就不一样了 酒水就是从 甚至很多都是商家 从隔壁小外部拿过来 直接就拖到你酒店的门口 而且是他们帮你搬进去 就不会有任何的成本 其实刚刚这位老师说的那个 服务费啊 或者是场地费啊 那什么的 其实我认可那个菜单 那个账单里面的那个包间费 我觉得饭店提供了更好的一个环境 我愿意付这个钱 我吃饭吃得开心 吃得舒服 我愿意付 但是这个开评费 确实这个收得就很不合理 在最高院所颁布的关于食品药品 纠纷案件的这个若干问题规定里面是 有这样一条规定的 如果是餐饮类的这些商家做出了 谢绝自带酒水 或者就类似这样的规定 对吧 那么它是一种限制消费者去行使消费权利的一种行为 那么这种行为呢 其实会是被认定为无效的 当然 其实就是说之前所谓的这种霸王条款嘛 就像刚才崔律师讲到 一定是要跟消费者协商 你如果说是没协商 就立一小牌在那 消费者带了酒来了 你也不告知他 喝完了 回头给他加上一五十 加了一百的开评费 那这个就是不行的了 那么对于我们求助人的这个说法 他这一百块钱到底能不能要回来 最后请律师给一个结论 如果是您真的对这件事情 在商家只是在厅堂有一个告示 而没有给您进行进一步协商的话 那么真的是想要回的话 您是可以首先与商家协商 如果协商不成的话 那您可以诉到人民法院 然后当然了 在这个法院审理的过程中 也会对你们双方的这个行为进行一个调解 否则的话 如果商家没有起到应有的告知和解释的这个义务 然后直接向你收取了 那么应该是会返还给您的 好的 谢谢 谢谢 谢谢黄先生 谢谢乔老板 谢谢两位 谢谢 四位律师所给出的咨询建议 完全基于求助人所讲述的内容 仅代表个人观点 不能作为影响法院裁定的依据 接下来上场的求助人 是一位著名的剪纸艺术家 然而 这位潜心剪纸与世无争的老人 竟和老伴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 每天遭到恶意变化的骚扰 究竟是什么样的恩怨 让这个藏在暗处的骚扰者如此执着 四位律师又会给出怎样的建议呢 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求助人 我承诺 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 大家好 我叫赵又斌 我来自四川成都 请说出你们的困惑 我今年已经六十四岁了 人家都说人到六十耳边顺 我现在耳边不光是不顺啊 每天晚上这骚扰电话 真是烦死了 不胜其烦啊 我都不说远了 就说最近哈 睡到后半夜 那个电话就非常刺耳的 就响起来了 结果拿起电话一听呢 骂大街 骂的脏话 结果把电话撂了以后 刚钻进热背窝 电话又响了 响了结果是什么 学鬼叫 叫我妻子的名字 我妻子叫赵文斌 他就赵文斌 赵文斌 我心情特别不舒服 结果我们把电话回拨过去 就说是空号 多次都是这个样子 报警他说你这又没姓名 又没真号的 我们也没法办 后来我们也找过那个电信部门 他们说也没办法屏蔽 难道这个法律 真的就拿他们没办法吗 所以你们的诉求 就想来问一下 到底有没有什么 法律上的支持 可以让这个骚扰电话 不再打过来 然后包括能够制裁 这个打骚扰电话的人 是吗 对 咱们这个骚扰电话的频率是 一周大概有几次呀 有的时候一晚上八次 是同一个人打的吗 如果是女的的话 就是同一个人 那他是现场说的呢 还是可能放的录音呀 有说的也有放录音的 那你家里接到这种电话的时候 有没有做一些录音处理啊 就把这些骂人的话都录下来 最近的这两个月我拍了 原来是没有没想到 还有就是来不及 来不及 原来就是说要杀他 我补充一个问题 咱们之前得罪过什么人吗 其实我知道那人是谁 我也知道他为什么给我打这个电话 我是剪指老师 我专门教这个剪指课 05年的时候 1月份啊 就是凭那个四川省的工美大师 我就被评上了 然后评的时候他就用了一副抄袭制作 你想评委也不是吃素的 人就认出来了 认出来以后就取消了他的评论 然后他就说我搞得鬼 然后就开始骂了 然后到了7月份啊 就是全国仙鹤杯 就是兼职大赛 那次我又得了一顿奖 他也参赛了 而我还给他提了一些建议 他没有接受 结果他纪念奖都没得着 这个就骂了以后 然后就说要来杀我 要杀我全家 结果我儿子被人打了一顿 您能确定那个声音 就是刚才向您陈述的这个人 是他的声音吗 他原来给我打电话 说他要自报加门的 他告诉我他的名字 好明白了 这样以防联盟 我虽然是以防联盟的 我今天是义无反顾的 投到你们甲方联盟 作为运营部门 面对两老的这样的被骚扰 长达十年的骚扰 我们是不是应该帮他们想想举措 虽然可能有一些法律上的规定 但是对明显有嫌疑人的这样的骚扰 我们的公安机关是不是考虑 两位老人的特殊状况 特殊情况予以帮助 不应该再让他再延续下去 我说一下啊 治安处罚法呢 对这方面是有明确规定的 就是对于这种骚扰他人生活 多次的向公安机关举报 只要证据确实充分 可以追究责任 但追究的是治安居留 五到十日的居留 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 由于他长年的这个骚扰 给你们精神上带来了一定的损害 那么走法院民事起诉 要他进行精神损害赔偿 这个在法律上也是可行的 这是我给你告诉你 现行的法律的话呢 是能够对你们有这样两个方面的支持 就是我们当地的那个警方啊 我们找过多次 他都说没办法 公安机关呢 应该讲处理这类案件很容易 难在取证上 你还是先录音吧 你处在你们这个位置 时间地点录音录像 把这些证据收集了以后 交给公安机关吧 特别是你们认为的那个人 他打过来这个电话 有没有更加直接的证据 可以证明就是他打的 这个证据如果一旦落实的话 公安部门的作为 就应该比较容易一些了 而且今天我看到了您的这个作品 这个简纸的作品 真的是很漂亮 妈妈给你留了一对娃娃 哦 真的 我们都还有礼物呢 赵老师 谢谢 赵老师 谢谢 你喜欢就好了 当然当然我们所有人都很喜欢对不对 谢谢 谢谢 接下来就是证据的事情了 好不好 嗯 谢谢两位 谢谢 好 我们马上进入到观众网友提问的小环节 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三道题的第一道题 万圣节那天我扮成吸血鬼去聚会 却把小区里倒垃圾的大妈下住院了 她需要负责吗 有可能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因为她的这个服装应该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穿 不合适的地方穿这种服装引起的这个对别人的损害 恐怕是要承担一定的民事赔偿责任的 那所以各位这个有时候玩笑不能开这么大 这个确实是如果把别人下出毛病了要负责的 对对 来我们看下一道题 我大妈跟团去旅游 在海边被大浪拍倒摔伤两根肋骨 我能找旅行社索赔吗 正常的旅行社组织去旅游 那么旅行社呢要在这个过程中呢 起到相应的注意义务和保护义务 如果啊是因为呃在海边呢 这个大浪过来的时候呃把这个老年人拍倒了 那么旅行社应当承担责任 如果呢出现了呃在天气预报中没有遇到的出现了一些海啸 像这种事故天气预报呢也没有预见得到 那么旅行社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 我们来下一道题 老乡坐我的车回家过年我没收他钱 结果半路出了车祸他受伤了我要负责吗 这个其实就顺风车现在很流行 尤其春节的时候会有很多顺风车活动 因为买火车表确实挺难的 有的时候回家很困难 如果说我在驾驶的过程当中 身边有人坐我的车 虽然说没有给我费用 我是免费带着回家 同事也好朋友也好 出了事故 那我如果说没有进到仅身驾驶的义务的话 我是有过错的 那我对于乘客的这个伤我是要承担一定赔偿责任的 还要注意一下的话 就是看我的车上有没有这个商业险 我的商业险上面上车上人员险 如果说我上了车上人员险 那么可以从保险公司走 如果说没上车上人员险 那可能就只能我来承担了 当好人做好事有时候有风险啊 但如果说真要是诉讼到法院了的时候 法院也会考虑到这种帮助义务的 他也会适当地减轻一定我这方面的责任的 明白了明白了 烙油遭强制购物 参保低价团应如何维权 不买不行 就必须得买 所有东西都是假的 假毛稳利产品 假毛稳利产品 肉包子里吃出烟头 消费者能否向商家索要精神损失费 到目前为止毫无下违 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 碰到这种事情应该怎样维权 理债电动车变卖后 遭债主索要差价 多卖出的钱到底该不该退款 这个车我卖五十万 我卖一块钱 那就是我的事了 摊引连锁店老板遭父母逼婚砸店 当时我爸直接拿了个凳子 把购款机给砸了 家里就五天时间 逼我非结婚不可 别再逼我结婚了 他的苦恼 律师会如何建议 下周三二十一点十分 山西卫视顶级咨询 用法律帮你解决问题 这里是由银科冠名播出 原创法律服务节目顶级咨询 我们这期节目呢就要结束了 但在这里呢我要多说一句啊 因为春节呢马上就要来了 我也希望大家能在过节的时候呢 和和气气的开开心心的 一定要避免纠纷 当然了如果你有任何的法律上的问题呢 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中来 因为呢在参与节目的互动呢 你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大律师的咨询 还可以获得大奖哦 可以获得由银科提供的银科咖啡 以及银科旅游大奖 带你们一起去完美假期